哥林多前书第十章 弟兄们,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,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,都从海中经过,都在云里,海里受洗归了摩西,并且都吃了一样的零食,也都喝了一样的零水。 所喝的,是处于随着他们的零磐石,那磐石就是基督,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,所以在旷野倒闭。 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,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,像他们那样贪恋的,也不要拜偶像,像他们有人拜的。 如经上所记,百姓坐下吃喝,起来玩耍。 我们也不要行奸淫,像他们有人行的,一天就倒闭了两万三千人。 也不要试探主,像他们有人试探的,就被蛇锁灭。 你们也不要发怨言,像他们有发怨言的,就被灭命的锁灭。 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见解,并且写在经上,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。 所以,自己以为站得稳的,需要谨慎,免得跌倒。 你们所遇见的试探,无非是人所能受的,神是信实的,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。 在受试探的时候,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,叫你们能忍受得住。 我所亲爱的弟兄,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,我好像对明白人说的,你们要审查我的话。 我们所祝福的碑,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? 我们所掰开的饼,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? 我们虽多,仍是一个饼,一个身体,因为我们都是分寿这一个饼。 你们看书肉体的以色列人,那吃祭物的,岂不是在祭坛上有份吗? 我是怎么说呢? 岂是说,祭偶像之物算的什么呢? 或说,偶像算的什么呢? 我乃是说,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,不是祭神。 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。 你们不能喝主的杯,又喝鬼的杯,不能吃主的言习,又吃鬼的言习。 我们可惹主的愤恨吗? 我们比他还有能力吗? 凡事都可行,但不都有益处。 凡事都可行,但不都造就人。 无论何人,不要求自己的益处,乃要求别人的益处。 凡事上所卖的,你们只管吃。 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, 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。 旁有一个不信的人请你们复习。 你们若愿意去,凡摆在你们面前的只管吃,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。 若有人对你们说,这是献过记的物,就要为那告诉你们的人,并为良心的缘故不吃。 我说的良心不是你的,乃是他的。 我这自由为什么被别人的良心论断呢? 我若谢恩而吃,为什么因我谢恩的物被人毁谤呢? 所以,你们或吃或喝,无论做什么,都要为荣耀神而行。 不许是犹太人,是希腊人,是神的教会,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。 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,不求自己的益处,只求众人的益处,叫他们得救。